山里大营 匪国策呀 哪有如此大的罪 你们不过是逼宫而已 臣不敢 得知张仪耍耍嘴皮子 就把三座城池白白送来 性格莽撞的营华剧重抗赵 气势汹汹向营死问罪 面对众家的满墙怒火 营死不惊不怒 再一次展现了他超群绝伦的帝王手段 更换朝服 不用了 叫营华一人借 诺 营死深知营华过于刚直 且性质太过单纯 所以选择单独套路他 他先是和颜悦色的问营华 来此何事 营华果然上来又喷 怒致营死为何答应张仪 把弟兄们拼死夺来的城池 拱手让给敌国 果然想起 那浦阳是你亲手打下来的吧 营死语气依旧缓和 神情镇定自若 其中难见喜怒 杀了营华一半的锐气 随后他又安抚道 这句话看似安抚 其实是为接下来的套路中的转折做准备 他抛出一个个问题 要城池何用 就比如打取过 今日得了明日失去 明日复得改日诱失 到底图的什么 为什么不能彻底平地 何时能彻彻底底平地 自言一出 深有体会的营华在情感上起了共鸣 营死接着又问 何为战之本 营华沉默不如 但从表情上来看 已经开始入套了 营死自问自答 为国取吏 就比如说毛氏章 不用秦剑 仅凭口时 就能为大秦讨得 河西三郡十五县 不用兴兵也能取成 舍弃蒲羊换取河西 那么戒河就会变为内核 戒时我大秦为刀祖 他未成禁忌于肉 你说 蒲羊可舌方 营死一番自问自答 清晰透彻地向营华 说明了他舍谱羊 而谋大力的逻辑 使得营华戾气全无 营华之罪 仅仅说服营华还不够 因为营死是笑着说的 他还需要的效果是 使营华发自内心恐慌 你有何罪啊 你们不过是逼宫而已 臣不敢 逼宫而自让营华恐慌不已 营死话风一转 反问营华是否知道 之所以私下单独召见 就是不想把此事闹大 如果上了朝堂一类 你和带头的将军们 个个都得掉脑袋 营华之罪 请军上发落 营死一番眼里说明 又是营华在天愧疚 截至此时 营死恩威并用 使得营华心服口服 但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接下来才是营死 珍重拉拢人心的时候 你姓营 要给哥帮忙 不要给哥天帮 好了 臭事 如此 小之一离 斗之以轻 世卫营华如何能不 先越成福的尽忠于 营死这个兄长兼军宝 无条件的听力于他呢 各位看一看老爷们 换做你是营华 也会吗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